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变态 我怎么能这么对林姑娘 抽帕洗好了 还给你 太多了 洗好了 给你 太冷淡了嘛 其实就这么给她就可以 有诚意就行了 林姑娘 林姑娘 宋远桥宋大哥 对不起 打扰了你们这么久 实在是不好意思 大安大德来日再报 为免令你们再添麻烦 我和师弟先走了 不辞而别 还请见谅 请保重 灵血烟 张军宝 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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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冲动嘛 放电话 崔山 啊 就这么走了 人生聚散 真的很难预料 昨天还是好端端的 一点欲找都没有 今天已经人去牢空 师父 我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人生在世 匆匆数十个函数 一眨眼就过去了 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 无法预料 所以我们 是不是应该好好地把握现在 多做些有意义的事 不要到自己老了 或者是要死的时候 临死之前 回想起来才发现 哦哦哦哦 一辈子 浑浑噩噩 什么都没有做过 都不值得 啊 对 如果昨天晚上 我把话说明白 也许今天 就不会后悔了 你要后悔什么 啊 没什么 师父 师父 哎 师父 怎么 你们几个家伙 一大清早上哪去了 没什么 我们没有事 下山看有没有生意做了 又去做死人生意了 那是我们的老本行嘛 你们不能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吗 可以 我们可以免费给穷人做法事 顶多给富人做法事 是多收点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做大一点的事 为国家为民族的大事 无端白事的 为什么要做国家民族大事啊 哎呀 是这样的吗 师父觉得人生苦短 所以呢 必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老了以后就不会后悔了 是不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算是有大意义呢 我问你啊 现在我们大宋 最需要的是什么 反攻北伐 打倒老奸臣齐会 就我们几个 再加上这几个师兄徒弟 合起来也不够五十人 这死也无所谓 正所谓双权难敌四手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收复赫山呢 不光就我们几个而已啊 我们可以号召多一点人 一起来帮忙 记不记得三国时候的故事啊 一支箭容易断 很多支箭就不容易断了 说得不错 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武当派总算有点名声 不过我们凭什么让人抗金呢 我知道 有一个流落在民间的大宋公主 还没有找到 如果我们找到 可以叫她出来号召大家一起 反奸臣收复赫山 所以呢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召开武林大会 叫大家一起把公主找出来 找到公主之后 再叫大家一起 帮她反奸臣 然后推举一个 好像岳飞这样的将军出来 好 师父 您现在好兴奋啊 我们人做好事的时候 当然会特别的兴奋 你们说师父这么做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是不是在咱们这儿 召开武林大会啊 越快越好啊 我马上去写信 给各派掌门人 然后召开武林大会 找公主 这件事太有意义了 好 如果明姑娘在的话 那就会更热闹了 你哪户不开心哪户 你时间忘记了吧 没关系啊 师父 过两天就是明姑娘的头七日 我们是不是做一场法事 来操作她的灵魂呢 不用啊 我不信这些东西啊 这是习俗不是明信 我说过了 不信就是不信 我进去写信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不过既然你信 我就迁就你一次 反正你在世的时候 我都已经习惯迁就你了 不过我宁愿你还在这里 我多迁就你几次也无所谓 早知道你会这样 我以前就对你好一点 你一天到晚去及避凶 你有没有算到自己 有一天会这样啊 哎 哦 啊 哎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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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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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你饿不饿 我不饿 你饿了吧 我没事 这两天你走了那么多路 只喝了一点水 吃了个馒头 你怎么会不饿呢 我向来都吃得少 不过我倒真的觉得有点累了 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然后休息一下吧 好 玉儿 我真是对不起你 你干嘛这么说呢 本来你在大漠好好的 现在跟我来到中原 却要受苦 我不觉得呀 你看 你都憔悴了 不会吧 我说几下就会好的 你不会嫌弃我吧 当然不会了 停 停 好了 换我做张军宝 不 我当张军宝才好 你们都当张军宝 谁当已经捧啊 我已经当过一级疯了 我不要再当了 一级疯老叔 我要做张军宝 好吧 你当张军宝 我呀 当主持 少林主持 比张军宝厉害 那谁当陈天叔的一级疯呢 你 别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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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你吃 你吃那么少 我够了 要不再叫一碗吧 小二 客官 你们要点什么 不用了 我们钱不多 只够扶着两碗面的钱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我们能不能找人帮忙 我们铁拳门进来也是很不顺 标局的生意又很难做 收的门生也不多 当时铁拳门被杜鹃门挑衅 差点被连根拔起 我们明见山庄 也算帮了你们一把 今日 问你们借一百两银子 也不算太过分吧 话是这么说 可眼下 我也没办法 那你们能帮多少 二十两 你们两个人二十两够了吧 二十两 我们可不是要饭的 要饭的 要饭的来这儿 我一个子都不给 你 叶大哥 二十 也好 就请门主暂见二十 他日我们一定归还 还 不用了 以后借银子的事免谈 来人 拿二十两银子 给他们走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询 询 我们先回去 那其他的五把宝剑 我们再想办法吧 不要这样 易大哥 遇到困难 我们要振作 人家越是虚弱我们 我们越要坚强 人家越是看不起我们 我们更加不能自己沮丧 易大哥 我不会忘记今天的事情的 等我重建明剑山庄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这些人的 这样才对 我们下期费的事情 所以我们下期费的事情 我之前必须深厉害 再次费用了 我现在遇见了 词北城 都不集你看 这可能会发现 不就有了 这可能会发现 有多高兴的看法 有多高兴的看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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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大哥 想不到明剑山庄的百年威名 到了我这一代 却落到这样的地步 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在的话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们以后 还可以重振明剑山庄的威名 我可以吗 我能做到吗 我连八把宝剑都凑不起 还替什么 重振威名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叔叔 这是明剑山庄吗 我没走错地方吗 是 这里是明剑山庄 义云那老头呢 爷爷 他死了 死了 我一定是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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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他死了 真的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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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 小心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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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杀死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是 我不知道 我明明见山庄威震无力 你这老头半生英雄 现在死了 连谁杀的都不知道 我从赛万回来后 这里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是跟他一起来的 那剑种呢 剑种被洗劫了 你说什么 把把宝剑都丢了 明见山庄 明见山庄 明见山庄也会有今天啊 叔叔 有日出就有日落 有气就有电 明见山庄曾经盛极一时 也应该会有衰落的一天 不 这样说太消极了 我们要重振明见山庄 对 叔叔 我们不能放弃 就凭你们两个 怎么可能 你们知不知道明见山庄 明动江湖 历经了多少年 流了多少血 只有我们两个 当然是不成的 可是还有你啊 我 我早就不是明见山庄的人 明见山庄 已经没有一天行这个人了 你们要重振明见山庄 只有靠你们自己 可是 你们要做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会阻止你们 别把我拖进去 你也是一家的人 怎么可以看着自己的家 变成这样 而袖手旁观呢 这不是别人的家 是你的家 易大哥 不需要明见山庄 恢复从前的名声 可是也不能看着他这样末若 箭竹上的八把剑都不见了 现在只找到三把 剑上武功你练了多少 没练过 干嘛 叔叔在试探我的内力 你的内功不错 怎么没有学剑上的武功 内力是爷爷传给我的 看起来老头对你希望挺深的 你可以开始练功了 可是我们现在就只有三把宝剑 冲下吧 冲下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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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贲完 把我下面做显而降 他放好像儿문很好 其实我们把安全的人 明大线 如果上点是靠势 抣党 将派 leven UK 如果用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我 我没有办法面对你跟季孟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曾经在大漠跟你 你是怕我那傻孩子知道 你放心吧 只要是真心的对她好 我不会把你想为了离开大漠才跟她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她 你又冤枉我 我不想活了 我哪里冤枉你了 我没有骗她 我是真的喜欢她 你是真心喜欢她 她这个人婆婆妈妈 幽柔寡断 从来没有人像她对我这么好 她该真心真意地喜欢我 她不像其他人 只想从我身上讨便宜 你说这是真爱吗 你是为了顾得更好才离开大漠的 现在她一无所有了 你还会喜欢她吗 喜欢一个人 是不会在乎她是平是负的 只要两个人 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没错 我是希望过得好一点 才离开大漠的 那是因为我觉得 幸福是靠自己创造的 不是别人给的 虽然 你可能不会认同我 但是我确实是离开了大漠 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喜欢我的人 季风现在可能是一无所有 但是我会帮助她的 我会帮助她 把她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你想怎么帮助她 我会帮助她 重整明剑山庄的威名 只要明剑山庄的威名能重振 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了 你是为了自己帮助她 还是为了她才帮助她 这有分别吗 没有分别吗 只要明剑山庄能重振 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对不对 你真的答应 不告诉季风我们的事了 我不是一个猜散鸳鸯的人 何谎那傻小子 已经受到打击了 再一次 我怕她就要疯掉了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 你要真心好好地对她 我觉得她 对你是动了真感情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会为了她 也为了自己打算的 伤害她 对我一边好处都没有 看来这个傻小子 今生又要完蛋了 为什么一家的男人 都会栽在女人的手里 命苦啊 命苦啊 你季风这个傻小子 还有你这个红颜知己 我一天行风流一生 痴情一世 只有落得了 行丹影智 孤苦伶仃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此 忧伶尽 听先对你 宝贝 译 忠据 忠行 误 你 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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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还是不行 我真是太笨了 我掌握不住其中的药局 没关系的 你慢慢来一定会成功的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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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到我狮子吼的威力 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事 你这次让我回来是为了训练 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训练给我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光阴 你在这里待着休息不好吗 我不想在这里休息 这里不错的 你不愿意留在这里 不行 不行 如果没有训练的话 我要离开 你这么想离开这 对 好 那么你的训练马上开始 跟我来吧 动手吧 这是我给你新的训练 你给我这样的人 让我怎么训练 他们个个武功不高 没有还手之力 我没有办法训练 除非你杀了他们 要不然的话 他们会跟你一直打下去的 你也不要想把他们打晕了 他们已经吃了我特殊的一种药 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动手吧 要不然他们会跟你一直进行到底的 我不杀无素鸡之类的人 你不杀人家 人家就会杀你 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仁慈了 仁慈会夺走你的性命的 杀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什么 我 我在帮你疗伤 你连这三个人都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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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我们不能心慈手软 尤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感情的人 你连这三个人都打不过 以后你怎么执行任务 这不一样 刚才只不过是训练而已 执行任务的时候 当然不能手软 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不是敌人 是朋友 甚至是爱人 甚至是爱人 他们要阻止你的话 你怎么办 要换上从前 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杀了他们 你果然是变了 我没有变 我只是成熟了 我不会再杀无辜的人 要杀 我只是杀那些该杀的人 干我们这行的 没有谁是该杀 谁是不该杀的 我们只有接到命 顺从命令 谁跟我们争论 谁跟我们作对 我们就要干掉谁 也许有一天我阻止了你的任务 你也阻止了我的任务 我们也会相互残杀的 我不希望今天的事情在以后发生 你也是该吃解药的时候了 到我的房间去拿解药吧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自己听真的吗 我已经在这里 他会评论 很好 你看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是不是很漂亮 这些画都是我用杀完人之后的血画成的 只可惜这血的颜色不能保持很长的时间 过一段时间就会显得很暗淡 所以我要不停地杀人 这样才能画出更好的漂亮的画 这是你的血 等一下我会画一幅画给你 解药呢 再过两天你就要去武当山了 你去过的那里有一个太虚冠 张君宝是在武当山的太虚冠里 创建了一个武当派 听说在江湖上的名声还不小 还要开一个什么武林大会 现在正在查一个大宋的公主 你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另有图谋 知道了 记住要小心 我这里不需要再画你的画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这儿 这把剑 为什么 季风 有人找你 还有谁会来找我 晚辈武当派于一代言 拜见易季风易老师 是军宝叫你来的吗 是 这是我师父托我送给您的一封信 易兄你好 不好意思这么久没有跟你写信 其实你也知道 我虽然喜欢读书 但不喜欢写字 我宁愿拿刀拿剑 跟人比武 也不愿意拿只笔来写文章 所以我想你不会怪我 我现在创立了个文派 叫武当派 详细情形 我想你也没有进去听 总之就是一场奇怪的遭遇 我现在带着一群小道士 有空就练练功夫 一边教人 也一边自己学习 教人的同时 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原来自己所作所为 真的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现在做的每件事 都要很小心很小心 举个例子来说吧 教人武功的时候 不可以做错任何一个动作 我平时自己练功错了就错了 但现在无人子弟 害人一世呢 诶 对了 你记不记得 有个叫明道洪的姑娘 她已经不在这儿了 她的死 让我觉得人生很脆弱 所以我现在要好好运用自己的力量 做些有意义的事 不枉此生 我现在在办异学 教小朋友读读书 打打拳 不过我有个更大的理想 因为我记得岳元帅跟我说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想为国家做点事 我想找回流落在民间的公主 号召全民抗金反贼 我想来想去 武林盟主这档子事 最适合你来做 所以我现在诚心邀请你 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不知你有没有空来为国效力 我衷心希望你能来领导我们 时间是下个月初五 地点是武当山太虚冠 武林大会我等你 张军宝 军宝 你要努力 不要让我失望哦 加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行云不随 醉一个卧大的眼神 人红白 距离来的我 成龙我 思量过前几 英若和声桥 风发可现知 天大地大卧大今生 在世事 在世事 生魂中 失手 失法当成熟 在世事 不会懂 所向无敌正义手 最心心动 心底我 是这样的人 在世事 在世事 现实中 爱与不爱都很要 少一人 浪漫山 每一道路的尽头 是一个人 看不透是少的真 最心心动 小朋友 请回 来啊 玉老师 还有口训烧回去吗 你去告诉军宝 我会如期服约的 没有其他的吗 没有了 那我就告辞了 冠里还有很多事情等我 对了 武当派现在是不是很兴旺 是啊 自从师父当了掌门以后 每天有很多人士来拜师 每天劝他们回去 就够我们忙的了 前辈 先告辞了 想不到军宝 有如此大的进展 所以我们更加不能怠慢 你要加紧练功 武林大会的日子 就是明剑山庄 重治民生的日子 张掌门 张掌门早 早 早啊 张掌门喝茶啊 早啊 叫我军宝就行了 别那么客气 人家是尊重你才叫你掌门的嘛 我知道 但凡是做掌门的 不是叔叔就是伯伯的嘛 我不想被人家叫得那么老 你师父我还没有成亲 被那些小姑娘知道了 我的后路就全断了 没办法 谁叫你现在这么出名啊 我们武当派人越来越旺 你知道不知道 人家都以为 我们武当派的张军宝张掌门 是一个老徒子老道士 都尊称你为什么张真人 你说是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 所以 你就常常陪师父下来喝喝茶 露个面 别让别人误会啊 那 哦 对对对 大事不好了 好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人本身碎粉 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 孤独不哭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字万件辜负 想得太清楚很迷路 我愿慢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